各位 各位早安 我跟我太太有好消息 如果你們沒有看之前的 車禍的影片 那我們要跟你們說 登登 這不是吃很飽 我們懷孕了 登登 沒錯,所以上一次的 我們要不要生老七 那個問答的浪漫散步 我們就有提到說 如果神給我們就很高興 所以感謝神,我們懷孕 親愛的你有什麼感覺呢? 很開心 開心 上一次我跟我太太去產檢的時候 早上我們就聽到寶寶的心跳 下午的時候有發生錯誤 我們有點緊張 感謝神,太太跟孩子都平安 今天我們要去看看 小孩的性別,我們先問看看孩子 他們覺得孩子會是男生女生 那我們就晚一點 回到家的時候跟他們講 孩子的心點 你生氣了嗎? OK Adeline,為什麼你生氣了? 我們需要等到回到家才知道 這樣子跟你們講比較好 那我先問 從老大問到小 Adeline,你覺得媽媽肚子裡面的寶寶 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覺得應該是女生 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全部六個都是女生 然後最大的可能就是女生 好 Bethany,你覺得是男生女生 女生 為什麼? 因為媽媽的害羞跟上一次的Sara 對,很像 是,OK 所以我覺得是女生 你覺得是女生 OK Adeline,你覺得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不太知道 一半一半嗎? 對 有可能 Lisha,你覺得媽媽肚子裡面的寶寶是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 是嗎? 為什麼? 因為我兒子第一次說是女生 是,所以你要 因為我們覺得是女生 對,你要講不一樣對不對 嗯 很好 Olivia,你覺得媽媽肚子裡面的寶寶是男生還是女生? 女生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好啊,很好的理由 OK 很棒的 Hi Sarah 嗨 你在吃香蕉 媽媽肚子裡面這邊 你摸摸看媽媽的寶寶 媽媽的寶寶是男生還是女生? 有 有 是男生還是女生? 女生 女生 是寶寶嗎? 是寶寶嗎? 有 好,OK 我們去診所看看 就要幫忙嗎? 對 就請幫忙 我們來拿黃一點 好,我們要出門 順便帶一些香蕉 好 親愛的皇后 你覺得你肚子裡面的寶寶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覺得是女生 因為害喜的狀況跟之前的差不多 然後也是躺在家裡四個月 是喔 所以 對 我跟妳講 妳生老大的時候 到現在 妳越來越漂亮 好啊 一起變老 好嗎? 我覺得應該是女生 以妳的害喜的狀況應該是女生 有可能會有七仙女 如果是男生的話 也很好 我可以帶她去釣魚 跟在美國去打獵 好,我們出發 我們去看Baby好不好? 好 好 看Baby,OK? OK 溫度正常 是 四歲 四歲 你們還沒馬上就知道 對呀 Syra 等一下會關燈的東西吧 沒關係 親愛的今天幾週了 今天十六週 我們第一次帶全部的小孩 來產檢這一胎 這邊是小孩子的頭 這裡是身體 這裡是他的心跳 這白色的是骨頭 這邊是頭 這裡是身體 黑色的是羊髓 這個是他的眼睛 這是鼻子 嘴棒在動 這個是嘴棒 口腔 這是臉的地方 眼睛 頭 這是下巴 這隻 外七的是膝蓋 這是小腿 這是腳 這是兩隻腳 這是大腿 這是他的肚子 黑色的是胃 小孩子很健康 你遺產啟動在三月 三月十號左右 對,三八婦女節左右 OK 肚子都很好 一個眼牽嘛 很完整 小孩子很健康 下面這個是胎痰 OK 小孩子才一百多公克 OK,一百多 對,一百三左右 所以十六隻的話 就是正常的 對 我的手 這邊是頭 或是身體 好圓的頭 你看到了小孩子嗎 嗯 嗯 下面是腳 頭在這邊 肩肩就是鼻子 這是他的兩隻腳 謝謝 幫媽媽 幫爸爸 說謝謝 很大 很厲害 對,幫媽媽 連這裡都很漂亮 謝謝醫師 謝謝醫師 好 謝謝你了 辛苦了 謝謝你了 辛苦了 謝謝你了 辛苦了 謝謝你老師 今天我們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們的好消息 其實我們在這個頻道上面不會常常分享那麼隱私的事情 為了保護家庭的隱私 不過今天是為了鼓勵那些還沒有懷孕 很想要懷孕 還是剛剛發現懷孕 嚇一跳的家庭 要讓你們知道生命是很寶貴的 如果你懷孕是一件好事情 非常好的消息 不過懷孕不是理所當然的 也不一定是很順利的經驗 包括我們自己的家庭的經驗 對不對 對 我們也有一個特別的故事 還要不要分享一下我們的經驗 我們結婚三個月的時候 有一天我發現我肚子痛 然後Steven帶我去一個小的婦產科醫院檢查 醫生就幫我照超音波 然後就詢問一些資料 沒有驗孕 然後我就回到家裡 然後隔了幾天 我們有一天有客人來吃飯 突然我肚子很劇烈的疼痛 然後冒冷汗 所以那一次他就帶我去台中榮總做急診 那台中榮總就抽血驗尿 過了不久以後 一個住院醫師來跟我和Steven說 喔你們懷孕了 然後馬上要開刀 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我很高興 聽說我們懷孕了 我們才幾個月以前結婚 然後我們結婚前有討論結婚後 我們的家庭的計畫要生多少小孩 要不要有什麼樣的家庭 所以聽到懷孕了很高興 不過聽到要開刀就有點不清楚狀況怎麼樣 對所以他們就說好馬上安排開一個急診刀 然後再繼續做檢查之後 他們才跟我們說 喔你的懷孕是一個不正常的 叫做子宮外孕 所以這個叫子宮外孕 寶寶在舒染管裡面 然後非常的緊急 需要馬上開刀 不然的話怕舒染管如果破掉就會大出血 所以他們就把我預備好馬上推到開刀房去開刀 然後我在昏迷的時候 醫生就請你進去 跟他說 你太太右側的舒染管 你要我們把它清乾淨還是要剪掉 我剛結婚不久之後 我要做這麼大的決定 我覺得好可怕 所以他就決定可以剪掉 他就跟醫生說可以剪掉右側的舒染管 那他們有通左側的舒染管 有跟我們說左側的是很通暢的 所以將來還是有機會可以懷孕 所以那是我們結婚三個月的第一個很震撼的事情 那很感謝上帝大概半年之後 我就懷了我的老大 那老大就很順利的懷孕 之後我就懷了兩年以後我就懷老二 然後懷完老二的時候 我有再懷孕一次 那一次就是寶寶大概六七週的時候要去照心跳 那醫生就發現 黑黑的空空的 沒有東西在裡面 他就說那給他再長一下 所以我就抽血的指數 然後回到家裡再觀察 那回到醫院 下個禮拜回到醫院之後 醫生說抽血的指數的數字不對 然後寶寶還是沒有發展 所以我們就去醫院做了一個手術 DNC DNC的手術 在這個之後有休息一陣子 然後我就懷了老三 然後老三之後我也有懷孕一次 一樣的情形也發生 所以我又去檢查 然後去醫院動手術 所以在那個時候其實 其實我有點崩潰 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的生孩子的幾率 是一半成功一半失敗 幸福你了 可是我們還是很期待可以有更多的孩子 然後也是我們兩個很甘心樂意 沒有任何的勉強 就是是我們的信念 後來很感謝上帝我們休息不久 就是我們休息一陣子之後懷了老四 然後陸續也懷了老五 我懷到老五的時候 到大概35週的時候去產檢 然後醫生就說 你的這個羊水比較少 寶寶轉不下來 所以寶寶是坐在我的肚子裡面的 然後他又檢查 好像覺得說 羊水好像有一點點滲漏 因為那個PH值還是什麼 醫生說你可以再等看看 就是讓孩子繼續長 在那個環境裡面 不過我們怕有感染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提早做剖腹 也比較安全 對 那我就生到第五個的時候 我全部都是自然產 那我第五胎是剖腹產 緊急開刀房 然後也是趕快就把它生出來 所以我的老五基本上是早產 對 早一個月 所以我的早產的寶寶 其實也很感謝上帝 因為他沒有要住那個保溫箱 我們就可以住院四五天之後 就把它帶回來照顧 對 那就是他很小 所以照顧起來比較辛苦 對 那之後我就懷了老六 老六之後 我們想要再繼續懷孕的時候 曾經在家裡驗孕 然後就發現 有懷孕很開心 然後隔了兩三天之後 我的身體就落紅了 那我就在家裡就休息 然後吃比較好的東西 然後再又休息一段時間 我就懷了 又再懷孕一次 那一次的話 我們就去醫院檢查 大概在六七週的時候 醫生就也說 喔沒有心跳 然後黑黑的空空的 又再一次開DNC 所以我們又再開了一次DNC 那算下來的時候 就是其實我這樣子 有進醫院沒進醫院 大概是五次的流產經驗 嗯 那每一次都有很好的休息 那他也照顧我非常好 啊 可以更好 對 所以這一次我們能夠懷到老七 就是我們也一直禱告 也很期待 那其實上一次你們看到 我有出一個車禍 在車禍的當天早上 我們才剛驗到寶寶有心跳 嗯 所以很高興 正在想說啊 我要怎麼告訴大家 我懷了老七呢 要不要等到比較穩定之後 才告訴大家 對 然後我就 出去的時候 開車回來 一個大樹枝就 掉到我的車頂 然後那個角度就剛剛好 我寶寶都沒有事情 那這個新聞就報導出來 對 我們的好消息被爆出來 前幾個月 那我的爸媽 基本上是在新聞報導上面 聽到我懷孕 他們就互相詢問說 欸 我們的女兒懷孕了 我媽媽說 欸我不知道欸 我爸爸也是 所以這個問題就解決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懷了老七 那也很感謝上帝保留我們的生命 讓我可以繼續平安的懷孕 也可以那個活在這個世界上 對 首先是很感謝神保護我的太太 還有孩子的生命 所以重點是生命是很寶貴 我們不能掌控一切 我們要鼓勵那些剛剛發現懷孕的家庭 如果是年輕 你們是第一次懷孕的話 你們要有盼望 要有勇氣 你一定做得到 如果你還在考慮要不要懷孕 我們要鼓勵你找神龜子 孩子真的是上帝給的祝福 昨天我們去參選對不對 對 然後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得很清楚 有 哈哈哈哈 我們還不看你 所以記得昨天我們有問你 你們覺得媽咪的新的 baby 肚子裡面的 baby 是男生還是女生對不對 男生 女生 好 可以慢慢的打開這個 看看你們是這種 你就會知道 是男生女生 喔 聽到 聽到 女生 哈哈 所以我們的 baby 會是什麼 女生 女生 Yeah baby 會是公主 對不對 對 好 醫生沒有講多了 現在百分之九十 好 醫生應該 可能性嗎 判斷 是 她會是一個女生 人家會有七個女生 Officially 七仙女 七仙女 我就不算在仙女裡面了 哈哈 我算是 皇后 Yeah 哇 你們有什麼感覺呢 那個 那個 很開心 Mathen 你覺得怎麼樣 很開心 Jana 她是女生 你有什麼感覺呢 非常開心 Mathen 你有沒有嚇一跳 還是 沒有 你才是女生 Adeline 我覺得 很開心可以有再一個女生 是 你是大姐 因為有六個妹妹 六個妹妹 哇 辛苦你了 辛苦 Olivia 媽媽的肚子裡是女生 Oh Oh 你覺得怎麼樣 喜不喜歡妹妹 喜歡嗎 喜歡嗎 喜歡 我喜歡男生 喜歡媽媽 我的肚子裡是女生 你開心嗎 開心嗎 OK Syra Syra 什麼 我的肚子裡有什麼 醫生 醫生 不是醫生 是女生 我的肚子裡有一個Baby 說Baby Baby 你喜歡Baby嗎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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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當大姐姐好不好 好 有沒有好開心 對 對嗎 好 謝謝 所以你們家有七個男生 所以我上帝給你 七個女生 七個女生 很棒 很開心 女生都很好 對不對 好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親愛的謝謝你 願意讓大家可以參與 還有看我們去參見的紀念 還有謝謝你分享 我們懷孕的過程的故事 希望可以鼓勵到大家 Yes 好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影片 會鼓勵一些你周圍的人 請幫我們分享 請幫我們按讚 如果你還沒的話可以訂閱 我是老婆爸爸Steven 我是季芳 謝謝收看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好 好